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解决了梁帝的难处 梅长苏说 整个大梁最了解梁帝的人是高公公 这话不假 但如果只能看到高占的这一点 也是我们浅薄了 高占究竟有多 能 一 高占智商很高 比梁帝还要高些 先说高占聪明这个点 高占在梁帝身边服侍了三十多年 看着梁帝夺权 看着梁帝首肯处理了赤燕案 看着梁帝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梁帝的亲弟弟己王爷 是一个聪明且憨厚的人 是一个虽然有心帮助其王 却不得不隐藏自己立场的人 这样一个感念骨肉亲情的聪明人 会和梁帝夺权吗 当然不会 可是他明明是个聪明人 到老却选择做一个 只问风月不问敌友的酒肉王爷 他的谨小慎微高占 看得一清二楚 半君如半虎 更何况这是一只怀疑心非常重的老虎 智商不够的人根本待不长 再说他比梁帝聪明这个点 高占和梁帝两个人 原没有什么可比性 一个是公共 只需想着如何顺从皇帝 做好本分就行 一个却是皇帝 要想着如何治理国家 但是有一点 高占让人不得不服 对于东宫之位的动向 这样的古代政务性质较强的是 高占却比梁帝要更早发现 晋王主审庆国公一案 办得清楚明白 比案子办得还要漂亮的 则是晋王所成上的暗文 一个能将暗文写得精炼清楚的人 每一个朝代都需要 梁帝自然眼前一亮 奇怪的是 此事明明是晋王干的 梁帝最后却表扬了 只是没有捣乱而已 在豫王 此时 电视剧中有一个镜头给高占 他先是看了一眼晋王和豫王 然后垂下眼帘若有所思 自此 高占至少搞明白了两个问题 一是晋王可能开始参与夺敌了 二是豫王可能不是晋王的对手 结果 到梁帝后来定下刑部主事之人为蔡全的时候 高占意味深长地看着晋王 到这个时候 高占已经清楚晋王参与夺敌 并且知道晋王比锦轩和锦桓 更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也因为如此 同一天高占问了梁帝 是去镇阳宫还是去哪位娘娘呢 又告诉梁帝 那阵奇特的香味 来自静平娘娘的指罗宫 那有一片药谱 梁帝是执政者 他没有的政治敏感性 高占却有 不能不说高占的智商比梁帝更胜一筹 二 比智商更高的情商 高占很会装糊涂 是后宫内装糊涂的高手 具体表现在梁帝问他对事情的看法 他基本上所答非所问 也就是没有看法 陈飞排位事件 梁帝问他 你不觉得事情太巧了吗 五英殿上审问晋王 后宫里皇后就向静飞出手了 明明看得一清二楚的高占 非要装糊涂 您是说 静飞母子今日命令犯冲吗 梁帝对他一阵 呸呸呸 糊涂东西 这是糊涂吗 这是太清楚梁帝的思考逻辑 太知道该如何对付梁帝了 高占清楚地知道 在皇宫内 他不能有立场 唯一的立场只能是梁帝 事情看透却不说破 因为他非常清楚 梁帝不会允许身边 有一个比自己还聪明的人 懂得装糊涂 来隐藏自己的锋芒 高占情商高分 此外 高占还不是一个 一味只知效忠梁帝的人 确切来说 高占也不是效忠梁帝 而是效忠权利 梁帝总有一天会老 新帝总有一天会登基 什么时候择主 该做到哪一步 他也一清二楚 梅长苏被赵进宫解释自己 和林书之间关系的时候 梁帝曾想用毒酒 毒死梅长苏一聊百聊 这个时候 高占故意将毒酒 摆在盘子的一个角落 告诉大家 这一杯是苏先生的 梁帝怒视高占一眼 高占不知道他这么做 犯了梁帝忌讳吗 他当然知道 只是他已经看出了梁帝 大势已去 而太子如日中天 该效忠的人是太子了 三 关心皇子 梁帝是一个心机颇重 控制欲极强的皇帝 但同时 他也是一个父亲 他在入职罗宫的时候 曾告诉靖妃 虽说和景衍先是君臣 后是父子 但景衍还是太生分了些 放心吧 毕竟是自己儿子 会照顾他的 此外 在豫王针对靖王的时候 梁帝也曾替靖王岔开话题 景衍以太子之位 在后宫玩乐的时候 梁帝气急却没有冲进去 没有下旨 梁帝还说 只要景环是个当皇帝的料 天下也可以考虑给他 也就是说 只要皇子们没有挑战 他梁帝的权威 他们就都还是自己的儿子 梁帝都愿意多照顾一些 这一切高占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皇子有些不方便的时候 高占总是何时宜地 用其他事情挡枪 暗中卖给皇子 等有权力的人人气 虽然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自己 但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关心皇子 梁帝能讨厌他吗 综上 高占在狼牙榜中 话少 但这个人极有分量 他还有哪些 特别聪明的地方呢 接下来说 狼牙榜 作为女特工 为何你要公语 不要勤波惹呢 狼牙榜里面的金陵城市帝都 其中洪秀昭和妙音芳 都是京城有名的声色场所 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夜总会吧 其实暗地里 这两个地方都是情报机构 用来收集各种消息的 洪秀昭的老板娘是秦波惹 而妙音芳的老板娘是公语 作为两个女特工 秦波惹和公语 谁更厉害一些呢 因为饰演秦波惹的演员王欧 在现实中名气更大一些 所以似乎秦波惹在剧中的光环 比公语更大一些 那么我们尝试撇开这些因素来分析一下 作为女特工的他们 谁更加出色一些呢 个人觉得是公语 公语暗恋梅长苏 只是宗主从不给他无望的希望 对他不是冷冰冰的 就是避而不见 可尽管如此 公语在京城内的工作 依然能出色地完成 妙音芳内收集消息 故意散布消息 出去这些就不说了 都是常规炒作 他巧妙地设计了杨柳心计管杀人案 直接扳倒了吏部尚书 同时还把刑部尚书给收拾了 在扳倒谢玉的时候 公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 他临危不乱 完美揭穿了谢玉的过往秘心 除此以外 公语对梅长苏还十分忠心 他虽然也是华族人 但是梅长苏是他唯一的信仰 只要是宗主交给他的任务 他都能不折不扣地完成 除此以外 他还会主动为梅长苏排友解难 比如主动替夏冬坐牢 将夏冬换出来 让聂峰夫妻团圆 甚至最后身披战袍 跟宗主一起上战场浴血奋战 公语得好 真的是没有办法用简短的文字给写完 他的温柔细心 无怨无悔都让人感动 而反观秦波惹呢 他是玉王的谋士 也可以说是结语花 他效忠的是玉王吗 不 他一心想要华族复国 虽然是玉王的女特工家参谋长 可是秦波惹似乎没有对玉王这边 起到什么建设性的作用 而且每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会错落百出 在梅长苏面前 秦波惹似乎像是被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小丑一样 而梅长苏费尽心机让玉王和太子两方势力都在削减 直到太子和玉王手里的势力王牌损失殆尽 秦波惹才反应过来 似乎这里没有猫腻 作为一个女特工 作为一个女谋士 这敏感度是不是太差了一些 他倒是为玉王做成了一件事 那就是成功拉拢了夏疆 可是拉拢夏疆 让玉王跟夏疆一起进行谋反 这直接将他的主子送到了阎王殿 而他呢 还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似乎觉得自己聪明绝顶 无人能及 他一直妄想跟梅长苏比心计比智谋 岂不知他连宫羽都比不过 所以无论是从中心程度 特工的素质等方面来说 宫羽都可以全面碾压秦班若 所以宫羽比秦班若厉害 你们觉得是这样的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